今天上午有一些不满大陆海协会长陈德明的民众 包括了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民间团体 在机场发动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 为了避免发生冲突 机场方面也加派警力维持秩序 不过现场还是有不少的零星抗议民众对陈德明呛瞎 但是立刻就被警方驱离 高举标语表达不满 抗议民众聚集在桃源机场 要让大陆海协会长陈德明 一到台湾就听见他们的声音 就连独派团体也来抗议 现场还和警察发声口叫 为了避免擦枪走火 桃源机场加派警力严正以待 而陈德明入境之后 就在警察保存的重重保护之下 重重上车 但是还是挡不住民众抗议的声浪 虽然抗议民众马上就被拉走 不过这些抗议的声音 陈德明应该已经听到了 UGNTV胡锦顺陈君硕陈明艳 请练群综合报导